我的小學開始 反正我就覺得 就是我常常是被同學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刻意要質疑我 可是我會覺得 就是他們好像會覺得我應該是要 是一個他們想像中那樣的人 可是其實我就不是啊 就比如說從小好了 可能也沒有從小就可能國中嘛 然後我就喜歡聽 就已經喜歡聽樂團或是什麼 可是我在班上都是那種 就是我每天都在念書 然後我下課都會就是 會一直巴著老師問問題 然後問到就是老師可能 就已經下一集的打鐘 然後老師還不能走 然後放學會問的那種人 就是跟我就是平常給人家的感覺是差滿多 然後就是他們可能就聽到說 欸原來你喜歡聽樂團或是什麼的 然後就是他會覺得 就是好像有點不一樣那種感覺 然後我的介紹文就是有講說 好算了我先 先跳下一頁好了 對 為什麼沒有跳 蛤對哪裡 喔對那裡 就好啦有點文青 就是 這是我自己打的啊 就是 我想要在這邊先用一個事情 然後來介紹我 這個人主要的個性 就是 因為我國中念的是一個 就是一個年級只有四個班的 國中 然後每個班只有大概二十幾個人 就是一屆只有105人的那種學校 然後 就大家可以想像可能是 班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沒有打算要升學 然後就是 就是很愛玩 然後可能 好就是 就跟你們想像中那種 可以跟不良少年 可能畫一點小小的燈號吧 對 然後 就我們班上就是常常就是有一群人 就是很愛排擠別人 然後他們 某一天開始又在排擠一個女生的時候呢 那女生就是 他就跑來跟我吃飯 然後就 有一天中午就是 我跟那個女生在吃飯的時候 就排擠她的那一群人就跑來 就跑來跟我們兩個說 就是他就對我說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排擠她嗎 然後說如果 對 他 他 直接這樣講 然後 他就跟我說 就是如果你 就是 你不跟我們一起排擠她的話 我們就排擠你 然後 可是因為 我就是已經滿討厭那群人 就是那群人一直以來 就是排擠別人的新聞 因為 他們對那個女生可能就是 有做過一些非常惡劣的事情 對 然後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問題 就是 對他們做過什麼事情 好奇的話也可以問我 對 然後 然後我就直接回答說 就是 可是我不討厭她 為什麼我要跟你們一起排擠她 然後就被排擠了 然後 就是 就是這個就是我的個性 就是 就是可能對於我 不 就是我不喜歡的事情 我 我會直接就是表現 然後 並不是因為說 我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是因為其實 就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逃避那個環境 所以我只能選擇用這種方法 就是 因為 因為我就是其實 我是一個不是很聰明的人 所以我就直接回答說 就是 我 我為什麼要跟 就是 跟你們一起排擠她 這樣 然後我想想 不好意思 看一下小草 沒有 沒有啦 喔 聽到我剛剛有些事情忘記講 喔 好 欸好像可以跳下一頁 就是 然後 好啦 那我現在就直接講到重點好了 就是我後來就是 考上高中嘛 然後 我們高一下的時候 有要就是 生涯 做一個生涯訪談 然後因為 我從那時候可能就是 目標就是想要考政治大學 然後 那時候是想說要念中文系 或是傳播科系 因為我很喜歡 就我很喜歡寫東西 就你看我這些東西 你也知道我大概是喜歡寫東西的人 然後 就是可能也很喜歡拍照啊 聽樂團 就感覺好像 大概就是念中文系 或是傳播 吧 然後 可是又沒有認識的 就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所以 我覺得我人脈就是 沒有那麼廣 而且我真的沒有認識相關的人 可以讓我訪問 所以我還是只能回到國中去問 就是跟我比較熟的英文老師 然後就我那時候就是做完訪談之後 然後 就他就順口問一下說 欸那你就是 大學以後想要念什麼系啊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大概是想要考大船吧 然後 因為那個老師其實他就是 他是那種跟同學都 就是 互動很好的老師 然後很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客觀的人 可是他那時候聽到我這樣講的反應 他是 他就是他整個很很知覺 然後很自然整個表情就是 蛤 蛤你真的要念就是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要念大船喔 可是 應該不適合你吧 然後 就我覺得他那個反應已經 就是 自然到 讓我覺得很受傷 因為 我覺得如果是那些 就是對我有偏見的人這樣講話 或是不瞭解我的人 我就覺得沒差 但是 就連我覺得一個是應該 好像比較可以理解我的 然後 然後他竟然都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你平常只是看到就是 我都愛念書 或我都愛問問題 然後好像我是一個很文靜的人 然後 好像 就是我的形象就是那樣 然後你就覺得我 不適合念大船嗎 那 就是我 我會很巧知道說 對於 就是 大眾或是 大家平常對於 適合念大船系的人 印象應該是怎麼樣 是應該要是 很會玩社團 然後 很會 就是跟別人打工 掛安還是怎麼樣 就是那樣 才是 才是適合念大船的嗎 對啊 然後 後來 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 對啊 然後 後來我就 因為 從我剛剛講那個 就是我們班上排擠人的事件 你就知道說 我是一個 很倔強的人嘛 然後 就是 聽到他這樣講之後 我就 就原本我高中 考上高中之後 就會想說 就是 欸 好不容易可以不用念書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社團什麼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啊 對 然後 然後 原本一上的時候 就沒有打算 剩一分 真的喔 啊 沒關係 有 所以真的有在算時間嗎 真的有啊 幹 不好意思 那這怎麼辦 好 反正後來就是 我就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嘛 就是我可能就是 每天又開始 從一下的時候 我就每天都 會叫自己要留碗自習啊 然後 或者是 沒有 學校沒有開的時候 也會去圖書館 然後都會念到很晚 然後就一直到高三 然後就這樣 然後 也會 做一些 就是 可以讓自己變得 好像比較適合 念傳播科系的事情 因為其實 自己本身對於 適不適合也是 存疑的 因為我不是 就我不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真的 個性很活潑 然後而且也有在學什麼 設計或是什麼的 對啊 然後 下一頁 嗯 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喔 好 然後 就是那時候可能 就是為了 因為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強調 我念書的那種程度啊 就是我可能 從高二之後就是 跟班上同學都 就是為了念書 然後就是也沒有 沒有時間跟他們有互動 然後可能他們要出去玩什麼 然後我也會因為要補習 或是我覺得我東西念不完 然後我就沒有要跟他們出去 因為我覺得 如果想要考上一個 就是政大廣電或是什麼 就是這麼高的目標的話 應該是要用 用努力去換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 可以刷小聰明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需要靠累積 對 然後就是那段時間 雖然很難熬 然後我覺得 不管你是 你是怎麼樣走 就是 常常會碰到挫折什麼的 可是畢竟也是 你自己走出來了 對 所以就是 這句話那個感想 對 好 然後 跳太快了 跳已經0秒了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就是 後來就考上那個 五代影傳 其實一開始就是 我學了 學這個考得很好 可是 還是上不了那個 政大的廣傳播科系 然後我當初有去申請 然後有到 就是哲學系的備取 可是就是 因為當初是想說可以考量 就是 當那個跳板或是什麼之類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念傳播 就是 政大的廣殿這樣子 可是就沒有辦法吧 然後就 就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就是 反正我覺得我指考一定 一定不會考 考低於 福大影傳 然後 所以就 最後因為考差 所以就來福大影傳 然後 OK 沒有啦 好啦 不是這樣 然後我念得很開心 好 大家不要這樣 對 然後 就是後來我剛進領傳之後 就是你會看到班上真的很多那種 大家覺得很適合念這個科系的 就是 很多人都很會玩樂器啊 然後又 口才又很好啊 就是很多那種公關卡什麼的 然後 然後你就覺得 就是自己好像真的不適合在這個空間 然後好像 就是以前自己都只會念書 然後 會 一時間會不知道要怎麼辦 可是 就是 後來我就會 就是我會盡量去想說 要怎麼樣突破這個困境 而且 讓自己去發現說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當你猶豫 你自己適不適合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要先從了解那個東西開始 然後我就想說 我隱藏的話其實就是拍片 然後或是看電影 或是 就是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我以前也不是一個常常看電影 是不是常常去電影院的人 所以我就後來就開始 就是有做一些努力 然後我也想說要去旁聽相關的課程 就是會對我有幫助的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一下的時候 有去旁聽運美系的一堂編排設計 然後那個那一堂課就很棒 就是 就是你看到 就是我們自己做出了一本雜誌 然後他們還會就是設計封面什麼的 對 然後好 我不要講太多 然後後來我就 就是我也有跟班 就是戲唱的同學 自己在課外的時間組隊 然後去拍片 然後 就是雖然不是很專業啊 可是也就是 因為那一屆就是很幸運 他們是第一屆微電影比賽 所以抱著沒有以前那麼多 可是也有好幾百個這樣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入圍 然後後來就有得獎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個 對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我覺得最 影響我 到現在最深的是 我後來去報名那個 台北電影節的 眉選組的實習生 在我 一下的時候 然後是從 五月就是去年 去年五月的時候開始實習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他們贊助商給的 然後就是 你們不覺得很棒嗎 好然後沒有 然後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每天實習啊 都可以就是 喝這些東西 然後一天喝個三四瓶 超爽 好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電影票就是 可以用我們那個 工作時速換的 然後 就是從那個時候 就培養起就是 就我開始是變成一個 很喜歡進電影院 看電影的人 就是 我非 就是我反而不太喜歡 用電腦看電影 然後 因為那一天就是 不是那一天啊 就那時候實習的時候 就是可以 可以 就是你有 你沒辦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 然後有時候甚至一天 從早到晚 然後你看了四部片 就是可能 早上下午兩場 晚上一場之類的 然後這是他們 台北電影獎的那個 就是 頒獎電視的畫面 然後這邊有我的名字 然後就 很開心 然後 我覺得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我下一頁是什麼 就是 就其實我一直以來 對於 我想要做 就是我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我都是會用一個 就是規劃的方式去想 我需要先做什麼樣的準備 然後什麼樣的努力 然後會排個行程 然後去想 怎麼樣才有辦法達到 可是通常我真的很努力 去這樣做規劃的時候 我的經驗常常都是 沒有辦法達到我的期待 然後後來就是 其實我現在的個性 已經就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因為靜影傳 就是變得跟大家一樣混 然後 不是 不是 沒有就是 比較隨興一點 對 然後後來我就 對於做作業都是 就是或是參加比賽什麼 都是抱著一個 比較輕鬆的心態 就是 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有一堂那個 在教以拉克 然後他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耶 為什麼會跳這一張 好 好 然後就是我們那堂課 期末作業是要參加這個比賽 他是那個什麼 Averson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就是 我想說 就是來不及了 因為禮拜二晚上就要教 我就隨便 也不是隨便啊 就是想說用一個可以在兩三個小時內 就做完的東西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而且我上傳的時候什麼規格 那些我根本都沒有管 就我同學還問我說 你知道這個規格要怎麼設定嗎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不知道欸 反正我就隨便弄 我也不會得獎吧 然後什麼的 就是沒有得獎 可是就有入圍 然後後來就是 就這個展就是 這個比賽還蠻幸運的 就是他後來入圍的 就是這一類 然後就有在實踐大選 然後他就是評審的時候是 你要找人 然後當model 然後他幫你把你設計的東西 真的做成一個實踐的T恤 然後就是用走秀來評 然後後來還有在那個 中山那邊那個美術館 然後展示 對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有一些東西是你 就是你沒有很想要 沒有很想要得到 可是會意外獲得的 對 然後其實這句話說 我要講的東西沒有很大的關聯 可是因為我很喜歡它 所以我就把它放進來 就這個是那個小王子裡面的一句話 就是主要是想說 好 然後我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把握從台北電影劇之後 看電影的數量全部列出來 然後讓大家感受一下 那個東西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這個這上面大概有 它好像沒有列出來 然後五部片嘛 然後這些都是在飛影之前看的 而且這三部就是一個影展 所以其實這算是 從幾天去看的東西 然後就是從6月29開始 然後我這樣子就已經看了這麼多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對啊 然後這是金馬影展之後也會去看 然後還有關注電解啊 然後就我有統計說 從除了那五部之外 我大概看了39部片 從6月29號到12月31 然後就是 就大家可以 就這方面是沒有寫 包含那個 我用電視看的電影 就是我覺得就是 是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就是 就是你去實習 或是你把自己放到一個 跟你興趣很相關的地方 然後它對你的影響是會這麼大的 因為我原本可能是那種 一年進電影院大概 頂多三次而已 就我平常根本不會去 就是很少去啊 然後可是你看看 如果我去北影之後 就是受到它的影響 然後就會自己很自發性的 去接觸這個東西 對啊然後2004年到目前 你看看的12部片 然後快快要講完了 不好意思 然後我想要講的是 啊我剛剛過程中沒有講到 就是 就是這句話對我來說還蠻重要的 就是 因為我後來其實在一下的時候 還有去參選那個 我們戲唱戲學會的副會檔 然後後來也選上 可是 就其實我覺得那個東西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轉變 因為你們也就是也感覺出來 我應該不是一個 會去做這種事情的人吧 就是對於一個 平常可能做事比較低調 或是比較文靜的人來講的話 要去做那麼容易曝光的事情 其實是有點跟自己的個性是不合的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的那個 就是那個決定 然後後來我就接 就是我才有機會接下這個影展的總招 然後 然後這個影展的話我覺得也是因為 就是過去北影節的經驗也用到這邊 然後人脈也是可以運用在這邊 因為影展這個影展需要跟其他學校腰片 就是可能有政大廣電或是 也有一些是跟傳播科系沒有關的 對 然後因為我剛好認識了淡江 淡江 然後淡江大船 正大廣電的 好快晚快晚的那個必仇圖的總招 然後反正就是很厲害的 然後就很容易就可以跟他們要到片 然後而且影展的經驗也是 就是很多都是跟他們取問的 然後這邊是我們影展的資訊 然後就是免費入場 然後是在中午跟晚 就是這一週的中午跟晚上 然後大家可以去那個 Facebook搜尋一下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 對 然後 這是最後一頁 就是 獨棄 講不太久 好然後 這是最近 因為最近古帽就是很兇嘛 然後就是 就有人分享這一句危險心靈裡面的話 然後是那個高文 就是有一個 德腦癌的跟謝正姐講的話 就是謝謝你帶我冒險 那我跟著做超越自己的事 然後我就是覺得 就是我們人生其實是像 我忘記 對這個講 好 然後 然後就我覺得我們人生其實就是像一塊拼圖 就是 每一個過程或是每一個事情其實都缺一不可 就是 他沒有好壞 也沒有對錯 然後 然後我希望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多認識一些不同的人 因為你不知道認識他會對你的未來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 或許會 讓你的人生有很大的不同 對 謝謝大家 或許會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